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歡迎收看這禮拜的哲作來尬店 欸,你問為什麼要邊走邊拍這個開頭 那就是因為今天就是12月31日 我即將前往台北跨年去啊 對,想說既然是2023年的最後一集尬店 那我們就用點不同的方式 說說這禮拜的一些新聞吧 結尾可能也會帶點特別的東西喔 總之廢話不多說,大家一起來充電吧 首先我們來到三創這裡 這是一家具有各大手機店家進駐的地方 剛好就蠻適合講這個第一則新聞 Counterpoint Research網站最近公布了一項統計數據 列出了美國、中國、印度、德國、英國、法國、韓國與日本 共8個國家 於2023年10月最強銷的5款手機排行榜 而從中可以看出 蘋果非常不意外的在7個國家當中拿下了銷售冠軍的殊榮 剩下的那個國家,各位應該也知道了 那就是愛國的韓國啦 地名仍然由三星拿下 而在蘋果8榜的國家中 其實每個國家最愛賣的手機還是稍有不同 比如在印度跟日本 賣的最好的並不是大隻旗艦 而是價為平價的入門款iPhone 14 那日本賣的第二好的手機 就也是相對平價且小值的iPhone 15 至於第三到第五名則為iPhone 15 Pro iPhone 13以及iPhone SE 3 你看真的是沒有一台大手機 至於剛剛講的印度 第二名手機你們可能沒聽過 叫做Vivo T2X 5G 再來是紅米12、realme C53以及紅米A2 都算是低價位的公民手機 至於美國的話 前五名是否都為iPhone呢? 第一名是iPhone 15 Pro Max 這個不意外 其實是15 Pro、15、14 那第五名的話 就不是iPhone啦 而是由三星的A14奪得 你就知道這種超頻價機種的銷售量 是完全不可小看的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就是 先前的話題機種 華為Mate 60 Pro 在中國也賣得相當好 位居排行榜第二 然後三星的S23無印 又出現在法國跟德國的排行榜裡 在法國甚至是賣的第二好的手機 這實在很讓我意外 總之各位有興趣看詳細的 等等可以稍底下的新聞來源啦 也要提醒一下 這項統計可能不完全代表真實的銷售情形 但當參考用還是可以的 好 現在來到了另一個地方 其實離剛剛的三重不遠啦 絕對不是因為我不想走太多路 反正這個背景呢 就是比較偏常在賣電腦的地方了 因為有些人聽到接下來的新聞 可能得要來這裡更新一下的設備啦 對 還有在使用舊系統的玩家們注意了 近期這個知名遊戲平台 Steam官方發出了公告 表示 Steam從明年1月1日開始 將不再支援 Windows 7、8 與 8.1 這三個系統版本 未來不會再發送更新 也將停止相關的技術支援 而這些在舊系統上運行的 Steam 軟體 雖然上不會在1月1日過後就直接不能使用 但還能蓄名多久就無法保證 根據這些月定義體統計調查 目前還使用這幾版 Windows 的玩家 其實大約只佔平台使用者總數的 0.94% 且因為 Steam 的核心功能仰賴嵌入式的 Google Chrome 而該版本的 Chrome 已不再支援上述的三個 Windows 版本 因此建議停在舊版 Windows 的少數玩家們 盡快更新升級 Windows 系統 以避免遊戲效能不佳 或是受到惡意城市攻擊 以致賬號被竊取 嗯 這個我可以稍微來發表一下心得 拿到這些系統支援對我來說 是沒什麼影響啦 頂多可能就以後有什麼使用舊系統的計劃 那 Steam 這部分可能就要多花心力去折騰了 不過說真的 這一整年來 應該說好幾年來啦 我會用到 Steam 跟舊版裡面的遊戲的時機 還真的是少得很可憐耶 其實我開起來了 大概有95%的目的都是為了拍攝需要 就是用遊戲去測銷的那些的 真正的遊戲內容與劇情我實在是很少享受到 有啦 今年唯一是有去認真玩 而且玩個兩三個小時的時候 就是直接去夏威夷那次的飛機上了 用 Steam Deck 玩的 不然飛機上真的沒事做嘛 另一個講法就是 只有在那時候才真的有空好好玩遊戲啦 那我在上面最常玩的是節奏醫生 一玩的時候只要按一個按鍵就好 在那種飛機上不想玩的太激烈 而且也不想動腦的場合 簡直太適合了 啊 接下來2024就看還有沒有更多機會出國 繼續累積我的 Steam 時速吧 接著下一則新聞 各位看這個背景應該就馬上懂我要講誰了吧 沒錯 就是蘋果 根據網曆 蘋果每年發表產品基本上都會有固定的時稱 所以各大爆料網站跟推主們 也都會以這個規律來推測接下來還會有什麼產品推出 而根據天鋒證券分析師過敏期的預測 去年討論度最高的偷戴式VR眼鏡 Vision Pro 最快將有可能在下個月底開賣 過分析師也指出 Vision Pro 作為蘋果2024年度的主打產品 將可能於1月初就大量出貨 以應付正式發售的供貨量 預估者年度將可銷售至少50萬部 接著第二場焦點就是每年6月的開發者搭會WWDC了 如今也將如往例的推出新一代最新系統 而 iPhone 16 的發表會也一如既往的會在9月登場 過敏期也預估 蘋果將可能在第四季召開另一場Mac系列的發布會 但詳細資訊並沒有透露 而綜合外電說法 明年蘋果還將可能大幅翻新iPad全系列的外型 旗艦的iPad Pro 有望全系列搭載Mini LED 並推出新的巧控鍵盤等配件 而 Apple Watch 在2024 年也將迎來10 周年 不僅外型設計將大概也將推出新的磁吸錶帶等 這部分我就比較沒什麼心得想講的了 總之Vision Pro 當然還是會繼續期待著 然後其他產品就... 希望也能夠好好發揮啦 iPhone 16 其實是評價款 也要有誠意一些 將來那個處理器應該叫做A18 Pro吧 也希望發流量能控制住 然後 Apple Watch 能怎樣大改設計也是滿讓人好奇的 手錶這種貼身物品 外型也不可能差太多 會讓帶感有差異 該不會也要跟著病原了吧 反正明天是366天 就看它們能陸續斷來什麼吧 於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徒步 我也終於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那就是可以遠眺1美景的順地向山啦 現在的時間是下午的1點37分 算還蠻早的 就剩這段時間向大家討論這個2023年吧 嗯 其實就類似我先前會開的年度rewine直播 只是今年就用尬店的這個形式來跟大家分享吧 不然真的是有點來不及準備那一整場直播了 在這裡也跟期待這場直播的觀眾們說聲不好意思 總之現在說說值得之後來尬店 拍了一年多下來 我的一些想法好了 我其實覺得像這樣每個禮拜講一些新聞 然後說說我的個人感受 這感覺是還蠻好的 因為重點就在個人感受這部分 我還蠻喜歡對這些新聞發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其中當然也少不了吐槽 或是延伸跟大家閒聊一些事情這樣 拍這個節目會讓我有一種有更多機會 跟你們分享我先前比較難分享到的事情的感覺 哇 這句好難念 反正這節目我想營造的不只有單純的新聞播報 而是藉由這些新消息 用比較chill的方式去聊天這樣 欸 所以這一年下來 我到底PO了幾部尬店 答案揭曉 46部 2023年有52週嘛 也就是說中間停更了6次 好幾次都是因為出國的原因啦 而且不是在國外的時候忙到沒空拍 往往都是因為出國之前要屯片 所以陷入這個水深火熱之中 欸 既然說要出國就來統計一下 今年到底出了幾集出國Vlog吧 答案就是20集 對我來說已經是有點誇張了啦 真的是一口氣吧 把前幾年沒辦法出國的份給補齊了 所以我今年總共去了哪些地方 首先4月4跟戰去日本 也是出了最多集Vlog的一次 那接下來幾次就都是受廠商邀請了 5月底跑到三星總部 6月底OPPO邀請去巴厘島 7月底再次被三星邀請 去折疊季的發表會 11月甚至二連發 有OPPO的新加坡行 跟高通的夏威夷行 總共出國64真的是 希望明年能繼續保持哈 越來越多的話越好 好啦這些出國出差 往往也都是跟手機息息相關的 所以也來看看這個 我相當愛做的手機評測 今年做了幾部吧 答案就是 22部 這個還是只限於新機的評測長片 那種搶先看或是今年手機系列 不算在內 也就是說我差不多一個月 就會做出兩部新機長片了 現在想真的是覺得 我的乾燥是什麼錯的啊 而且當然今年PO的影片還遠遠不知些 還有其他特別企劃 你敢記我敢開那些的 總之如果不記那些不上級數標的影片 2023年我總共PO了 93部影片 去年原本已經創新高了 有68部 最後今年產量不意外的直線上升啦 這還不含那46部尬電啊 至於2024年還會不會像這樣高產 或者是有其他規劃啊 晚點再來跟大家說說 先講講這個2023年 有哪些最什麼什麼的影片吧 首先來說說今年我PO過最長的影片 話不多說直接上後面 這是第三百集 1P9的你敢借我敢開 片長直達59分34秒 除了你敢借我敢開這系列 本來就很容易變成大長片之外 那次觀眾寄來的手機也是 前手未有的多 也因為這樣才讓我之後多了個 手機別記超過兩隻的規則 本來這片長真的很容易失去控制 就跟現在的瘋一樣 不過它呢 並不是今年做起來最累的影片 最累的影片莫過於 這部iPhone 15 Pro系列評測啦 每年都這樣 就算再怎麼覺得 今年iPhone好像沒什麼好講的 到最後總是都會講那麼多 順帶一提 這是我歷年來留下最多隻iPhone的一年 到現在我評測過的 iPhone 15、15 Pro、15 Pro Max 都沒有賣掉 一方面是他們的相機規格都不太一樣 都適合拿來跟往後的同期手機起比較 以防沒那幾隻手機 也都有他們結束的地方 都捨不得賣掉 好再來我每年也都會選出一部 我最喜歡、印象最深刻的影片嘛 這往往也是在於 先前從未做過 或者是過程十分的精彩 所以這個年度影片是哪一部呢? 就是這個 秋葉原挑二手手機之旅啦 這是我第一次在日本 這種認真且深惡地去挑手機 也完全大開眼界了啦 尤其是到了那滿是所謂垃圾手機的地方 那種可以在一群台灣沒賣的手機中大肆翻找 每一隻海都便宜到不行 還有可能挖到飽的感覺 喔真的是太快樂了 而且當然也要再次感謝 跟我一起拍這部影片的搭檔氣下啦 除了作為翻譯擔當之外 一起活動也都很開心 好這部分就到這邊 現在該是年度自我檢討的時候了 畢竟去年有為自己立下一些目標嘛 所以無論有沒有達成 都得向大家報備一下 首先第一個 去年有說今年正常要做出各種周邊來 那很明顯嘛 就是又沒有達成了 其實今年是有去找幾個認識的廠商 準備要做衣服那些的 但後來也是因為一些原因啦 後來就是決定不合作了 在這之後我也承認 並沒有很積極地去處理這方面的事情 雖然那種影片確實是很忙 但一整年都沒太多進展 這裡還是要跟各位說聲抱歉 明年我們一定做 然後下一個去年的期許 就是打造出我覺得好的拍攝空間與工作室 這個很明顯我到現在 都還是在同一間房間進行拍攝嘛 其實這部分也有在做規劃了 原本這個時候應該也已經要處理好了才對 但也是因為一個突然啦 負責的師傅出了一些狀況 所以才沒辦法如期完成 不過當論拍攝的話 目前維持在這房間是還OK的 今年我已經有改善打光這部分了 不然先前的影片都要單靠 窗外的環境光很不穩定 但也是一樣啦 明年一定新房間 再來下一個 當初說今年每週要穩定出兩到四部片 這個就沒毛病了 確實有達到 真的只有少數幾週只PO一部片上去而已 不然平時都會是一集禮拜六的片 然後一集尬店 平日的時候也經常還是會有一部這樣 真的是有點在堆片量的感覺了 說累嘛 當然也是會累的 這裡就可以提到去年所說的 希望能改善心理狀況了 因為當時2022年 心態上真的是過得蠻不好的啦 今年總體來講 雖然不敢說是太好 但我覺得還是說得上有改善 可能遇到的困境還是跟以往一樣多 甚至是更多 但也越來越能學會以平常心 冷靜的去面對與解決了 你希望明年能繼續更加努力 而且我也必須語中心長的跟大家說聲 不要再覺得YouTuber是好當的了 再來當時的最後一個期許 就是要勇敢創造出更多可能 有不勇敢我是不敢說啦 但今年我確實是有嘗試各種不同題材的 比如說是去九月圓的計畫就非常成功 以及後續也想出了紅蘭配CP這個節目 它是不是也能創造出更多可能 當然是 而且我能跟你說 這節目將來真的可以做得很盛大 可以只在一個房間做一些挑戰 也可以動用一堆儀器與資源 去做出更多大家想不到的搭配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今年也有做到 然後明年同樣也要做得更好 今天談完今年了 就來說說將來吧 回想2023年有個很大很大的變動 我自己雖然有察覺到 但我實在是沒有好好的做出應對來 而這也成了2024年我期望能做得好的事情之一 那就是這個 適當的跳出框架 我說的很大的變動 就是演算法還有觀眾的視聽習慣 很多人也有討論過 現在就是個短影片當道的年代 而且這種蠻大的一部分 是平台介面與演算法帶動的習慣更改 而2023年的我 其實真的是有點固執於持續做長片了 應該說長片沒有不好 但那個時候缺少了策略性 淡淡只想著Shorts難做起來 然後就固執的繼續主動長影片 所以2024年 除了長片我還是會做不用擔心之外 我應該也會往Shorts或Rails這塊多耕耘看看 而且內容是不會隨便的 要做我就會做得好 然後所謂跳出框架也還不止這個啦 先前我稍微檢視了一些以往的作品 老實跟大家承認 有幾次是在那種不太開心的過程中產出來的 有一種那部影片只是在為做而做 焦醉的感覺 這就讓我發覺 在這麼多事情要處理 這麼多上面排成的情況下 我好像真的漸漸忘記一些我自己 曾經想達成的夢想了 這些夢想可能跟手機 跟我頻道常做的一些主題無關 但就是因為這個無關 讓我逐漸的看淡了它 只是我想了想 這些事情如果達成了 我會不會很快樂 嗯 絕對會 而且我會認為很值得 那對啊 所以是不是該跳脫這個名為無關的框架了呢 因此在這裡也要跟大家預告 2020年可能也會因為這樣 而出現一些完全就只是我爽做就做的影片 可能很不符合這頻道的調性 可能對你們來說沒興趣 但我想這麼做的最大原因就一個YOLO AKA即時情樂 這就是我在2024年給自己的期許 對 今天我打算列出這一項就好 這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就是一項好好做 全力做 那我是還有定出其他小小的目標啦 但這部分記在我自己心裡就好 反正還是要一致性的向各位說個幾聲 2023年謝謝你們一直以來的支持 接下來2024年也請多指教啦 總之以上就是今年最後一集的 折州來嘎店 也是今年的最後一部影片啦 正在看這部影片的各位 想必也準備著要跨年了吧 到時候我也會做一部跨年Vlog出來啦 畢竟我都上山了 沒帶到半月12點當然就沒意思了嘛 那麼就這樣啦 祝各位東南充寶店 一見下一個禮拜 還有下一整年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喔 這個風真的是有夠大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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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